關心的是在熱鬧的台北市仁愛圓環 昨天發生巨響 嚇壞了所有人 原來是一輛新車 這要價363萬的特斯拉 在大馬路上暴衝 狂撞前方的轎車之後 再撞上人行道 撞上了兩名路人 一男一女 當場是被撞到飛了出去 整個柱子都被撞爛了 全新又價363萬的特斯拉 大街上一路暴衝 女子嚇得一秒彈跳 驚險躲開 但特斯拉繼續衝 狂撞前方轎車 這時駕駛方向盤 往右一打 正巧兩名路人經過 被懵撞正著 當場噴飛 特斯拉失控 撞進人行道 不僅把燈桿整根撞斷 連根拔起倒地 引擎蓋燦凹陷 連車頭保險桿都玻璃掉下 現場滿目瘡椅 轟然巨響嚇壞民眾 二十三號傍晚五點多 熱鬧的北市仁愛圓環 發生驚悚特斯拉撞人 連路旁柱子都遭殃 敵座被撞到面目全非 磁磚水泥碎滿地 觀線外露 當時七十一歲 王姓男子從一旁大樓 地下室車道 把特斯拉開出來 一四車輛故障 失控爆衝 撞擊前車及兩名路人 加上駕駛自己四人受傷 緊急送醫 百萬名車才開出家門 立馬失控狂衝撞人 不僅維修費恐怕不便宜 還得面臨賠償 究竟是車輛問題還是人為因素 警方要調查釐清 記者姚立場黃玉蘭台北報導 新美市中和一名理性男子 騎車載女友外出 遇到遠景盤查 但是他拒絕還逃逸 沿路不斷的蛇行闖紅燈 還差點撞勝路過騎士 警方持續追一公里逮捕人 發現原來是持有毒品 依法送本 遠景巡邏發現可疑男子 適宜對方停車 他卻加裝配合 接著加速往前衝 紅衣騎士載著女友一路跑給警察追 在車陣中來回穿梭 卻沒打方向燈 危險蛇行開傳紅燈 差點撞到路過騎士 原來騎鋁擋持有毒品 安非他命 心虛往路旁一丟 但警方也不是省油的燈 匪奔上前壓制嫌犯 警匪追逐發生在早上6點多 新北市中和警品連成路口 嫌犯不肯配合拒检逃逸 和警方爆發扭打 完全沒把用路人安全放在眼裡 就是因為他有詐欺毒品前科 還是轄去治安人口 遇上警方盤查心虛 還丟包毒品 最後被噴辣椒水壓制 狂逃一公里浪費落網 但這不是他第一次犯案 日前9架騎車遇上零件 他油門一催往前猛抽 一路拖醒盤查原警 後方警力趕緊飛步上前 合力僵人牢牢壓制 事後哀告妨礙公務罪 出獄後沒學乖 警方見一次打一次 記者林初愛陸以馨 這樣報導 再來看到是糖尿病患者 來使用控制血糖的用藥 一周糖現在被發現 減重效果好 結果居然貴婦搶買還囤貨 一直從一千塊錢 漲到一萬多甚至買不到 讓真正有需要的患者 無藥可用 醫師就說了 雖然這一周糖缺貨 可以用別種的藥物來代替 但是控制血糖的不穩定性會提高 所以沒有糖尿病的患者 一般使用也會有副作用 也呼籲民眾不要來搶藥 就是這一款糖尿病用藥 一周糖 一個禮拜打一次 有效降低糖攝取 還可以抑制食慾 成為減重朋友的最愛 一周糖這類比型注射劑 很多民眾把它當作是一個 體重控制的一個使用 反而造成了真正的糖尿病患者的話 他們要領藥的時候 我們都拿不到藥 據傳這款專門用在糖尿病患者身上的 使用藥物 因為有減重的額外效用 開始從護理人員私下流傳 漸漸的流傳到貴婦圈 有人一次買30支囤貨 造成了國內大缺貨 一直原本1000元 現在標10倍到1萬元都還買不到 主要所正在跟這個廠商 做一些接洽 看是否能夠對於國內的 這個糖尿病患者能夠比較能夠確保 它的供應是充足的 如果要換藥 其實對糖尿病患會有不好的影響 大型的臨床試驗都做出來 一周一次的控制血糖的穩定度 跟降低糖化血素的效果 是優於所謂一天一次 台灣禮萊藥廠則是發出聲明 全球對一周糖需求出現急速成長 造成供應不足 供貨吃緊 預計台灣明年供貨仍然不穩定 對此糖尿病關懷基金會表示 目前別款用藥都還足夠供應 國內糖尿病患 糖尿病用藥意外達到減重效果 讓國人取之若霧 醫師提醒不要忽略一周糖的副作用 希望想減肥的民眾用自然的方法 不要跟糖尿病患者搶藥 記者王志文 王一仲 台北報導 桃園有駕駛遭到前方的叫車為停 按喇叭提醒 結果遭到髒話問候 對方是頻頻踩煞車干擾 不過他駕駛態度蠻淡定的 最後是決定要報警提告 同車女乘客直呼說 還有獎金語氣非常興奮 白車占據半個車道 後方駕駛按喇叭提醒移車 對方還是不離開 駕駛再次按喇叭 沒想到對方搖下車窗怒飆髒話 對方罵完就加滿油門離開 遇到莫名其妙的髒話問候 後車駕駛完全沒回應 這時前方白車突然擊殺 又搖下車窗探出頭狂罵 對方嗆瞎完再次加速離開 後方駕駛哭笑不得 這時白車頻頻擊殺 意圖干擾後車駕駛 後方駕駛態度淡然 但女乘客提議報警 證據她 沒有 直接報警 女乘客還說 錄下的影片可以當作提告證據 還有錢可以拿 確定有錄到後與乘客超開心 好興奮喔 還有獎金啊 警方呼籲危險駕車會影響行車安全 更可能吃上罰單 記者劉志展 周夢如桃園採訪報導 接下來再來看到 在彰化縣的陸港天后宮 象徵發大財 賺大錢的財運橫通斗 在今天上午8點鐘開放點燈 點一盞8800其實不便宜 但限量200盞 所以很多人來搶排隊 第一位的先生準備了板凳睡袋 前一天下午就來了 排了18個小時 陸港天后宮一早出現排隊人籠 從門口綿延繞整間廟一大圈 只為了點上一盞限量的財運橫通斗 第一名是這位穿紅外套的先生 很神秘 不願受訪 昨天下午一兩點就來排隊 第二名的徐先生從事設備業 特別從台北南下覺得非常靈驗 已經連續點了五年 陸港天后宮的財運橫通斗 一盞要8800元 雖然不便宜 但限量200盞廟門一開馬上就被秒殺 因為我們有感受聖母的恩責 三六點就到家 六點就到家 就準備來排隊 信眾都說有點有保佑 開公司做生意的真的會比較賺錢 因此前一天下午就來排隊 板凳睡袋防函衣物準備好 調燈夜站18小時 甚至再加碼多點擊斬 那大概會是在200以下左右 那所以就是數量非常的少 才會造成這樣子有排隊的一個現象 妙方說信眾賺錢有感 排隊時間一年比一年早 即便其他的光明燈安太歲等等 首度調漲200元變800元 也還是非常搶手 都希望來年順利平安 記者神聖連美李雲杰 彰化報導 系統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